我那個論壇 其實我有架一個論壇 就PHP的論壇 那個論壇的話 其實你們Google那個吳老師 也會找到我的論壇 有一個那個吳老師教學論壇 那個論壇的話 就是用PHP做的 那他後面就是 什麼東西沒出來 我的畫面嗎 沒關係你們自己可以搜尋就這個 你就Google吳老師有沒有 這邊就是我的論壇 這個論壇 其實很簡單 Google這邊論壇 而且他好處是很簡單 這個是用那個 他我記得叫什麼Discord 大概這樣論壇 花不了幾分鐘就弄好了 你只要把那個資料 他有一個批示檔 你就弄下去 他就幫你Run起來 然後你再設定好 最重要的是內容 這個論壇非常簡單 但是你要把這個裡面弄的 我覺得太花時間了 你要把那個放一些東西 吸引人家進來討論 不過後來發現好像 大家比較喜歡剪線成的 要叫人家PO一個東西 太難了 所以這個東西 已經加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你說穩定性怎麼樣 好像沒什麼問題啊 比如說你要看一些 這些跟我們這有關的 phone gap 點擊進來 懶人包 有沒有 還滿快的啊 有沒有 OK 那這是我啦 應該沒錯 那點擊進去 也都會 速度上面沒什麼問題 花費非常省 納尺我記得那時候還買 不是最高階的 加硬碟好像不到一萬塊 24小時開著 他已經活了好多年了 應該也超過 可能快到十年了 而且都不用理他 他也都活得好好的 速度也滿快的 省電最重要 應該Server你看像 這邊一個Server 耗電量是幾百瓦的 那個是十瓦 比開一個燈泡還省 對不對 然後他可以做多少事情 太多了 OK 那所以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你只要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那個名稱碼 然後一個固埃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OK 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PHP加MySQL 它的好處就是說 連NERS都直接內建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ASP單位車 很抱歉 沒這麼好 他沒辦法直接幫你燒在那個NERS裡面 也沒辦法Run 那JSP有沒有 JSP有 不過要高階一點的 高階一點的那個機器 它也有支援JSP 那目前 這東西這樣用起來 就已經很好用了 那如果再配合手機層次 這個延伸性還蠻大的 這個用途很廣泛 那只是說你要去思考那個 也是一樣 它的那個 也是想到那個Business Model 就是你要如何透過這個東西去獲利 如果你有一個獲利模式的話 那太多可以做了 只是說現在越來越懶了 沒有那種熱情 不然的話其實可以做一點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因為目前手機要連結資料庫這一段 大家都想要克服的 但是好像沒有一個太簡單的方案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當然不只是PHP 解決方案非常多 只是說你用什麼樣方案的費用最低廉 維護成本最低 開發成本也是最低 然後效能上面也不會有問題 安全性也沒問題 那那個當然是最好的方案 不過目前看起來CP值最高的 應該是這一個 OK 應該沒有一個方案比這個還更優的 可是它的缺點是它都免費 所以它會有一些小bug 是請各位一定要怎麼講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 因為它沒有給你拿半毛錢 免費給你用 所以呢 以後的話甚至你用得好 你可能要幫它推廣一下 對不對 這個就是自由軟體的一個概念吧 對不對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有興趣的同學 或許可以試試看 買個Nuts 你就打那個叫什麼群灰吧 群是群體的群 灰是日字旁這個群 它叫Synologic 它最低階就已經很用了 最低階的好像才大概沒有硬碟 好像四千多三四千就有了 就已經超好用的 那你當然買高階一點的話是快一點 而且它還支援那個內部 其實我主要是公司啊家裡內部 拿來當那個管理伺服器 取代伺服器使用非常好用 OK 所以這邊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